有些同学可能对于我们反拍的 整个技术动作的全貌一致半解 那没关系 接下来我会非常详细的给同学们讲清楚 反拍的一个动作框架 我们分两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你们在我的侧面 我现在往那边打 那边打高篮球 你们在侧面 准备好 对方打我后场球的时候 垫步跟球侧身架拍 这是我们的架拍动作 左手收住 对于左手不是打开的 左手是收住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被动 被动的时候讲究动作稳定 收住就更稳定 然后大臂和小臂90度 手腕立起来 拍头朝上 拍面朝侧面 你们在我侧面 我的拍面就朝你们 然后大臂和身体 这个地方45度 球拍放到身体左侧 OK 然后球来的 看着来球 球来的时候 右脚往前跨去找球 跨出去的时候 髋关节回转 这个就能够带上 腿部的力和腰部的力 有一点点动作就可以 不要做特别夸张 然后顺势跨步的过程中 顺势抬走 向上举手 做外旋 转正的时候 脚落地 走机球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脚跨出去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完成几个动作 一个是髋关节的回转 一个是抬走举手 做外旋 把拍面转正 到机球点 然后脚落地的时候 借助脚部的支撑 啪 手指做那个 刚刚教的那个 握紧的一个动作 这样来打反拍高眼球 叫做脚落地 啪 手机球 击打到球的时候 不要停下来 手直接跟着往前送 送出去的过程中 左脚支撑 右脚回转 收拍 做垫步回动 再来看一次 垫步侧身架拍 看球 大步找球 顺势挥拍 随挥收拍 做回动 OK 这是侧面 换一个视角 现在你们在我后面 我来往那边打 我来往那个方向打高眼球 我们来看一下动作标准 准备好 对方给我一个球 垫步侧身架拍 球拍摆到身体左侧 左肩 手腕立腕 然后看球 右脚往前找球 找球的时候 髋关节回转 顺势抬走 举手 做外旋 脚落地 手机球 脚落地 这个是反拍高眼球的节奏 脚落地的同时 啪 手机球 然后 击到球的同时 向前做展望动作送球 左脚支撑 右脚回转 做垫步回动 垫步侧身架拍 跨步击球 啪 顺势回转 OK 这是反拍高眼球 一个标准的动作 是反拍摆的动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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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